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关上了天然气阀门时 德国才明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会给自己埋下的战略陷阱多么可怕 经历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之后 西方国家正在思考 他们是否过于依赖另一个专制国家 中国 但德国是否吸取了这个教训呢 德国总理肖茨周五率团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首位访问北京的七国领导人之一 但是就在出访之前 德国情报部门和盟国警告消辞 由于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武力威胁 要更加谨慎应对对华态度以及商业合作 因为如果紧张局势升级 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德国 很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 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比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复杂 除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之外 德国工业还依赖中国提供向碳中和经济转型 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和技术 从太阳能组件到电动汽车电池 中国的分量都举足轻重 据统计目前有超过100万个德国工作岗位 直接依赖于中国 间接依赖的则更多 几乎50%的欧洲在华投资来自德国 几乎50%的德国制造企业 在供应链的某个环节依赖中国 即便如此 为了让行程更加顺利的进行 出行之前 萧次政府允许中国国有航空公司 中远集团购买德国最重要的港口 汉堡港一个集装箱装线码头 25%的股份 虽然这项投资低于中远集团 最初提出的35%的股份 但还是遭到了德国多个部门 及国内外情报负责人的反对 他们担心中远集团的股份 很有可能会被北京当局当作武器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控制了德国 许多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 包括在威廉港的股份 和德国铁路公司的移动网络 并在2016年购买了 当时德国最大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并且在交易进行之前 中远集团还威胁说 如果投标被拒 他们就会转移业务到别的地方去 中远早已是汉堡港最大的客户 不光在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港口 拥有股份 还拥有希腊、比雷、艾夫斯港口的三分之二股份 以及美国港口的部分股权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 此次访问随行的德国商业大佬众多 萧辞在北京却仅仅只逗留了11个小时 外界除了关注人权以及台湾议题之外 也高度关注德国此行与北京达成的政商协议 德国之声透露说 萧辞此次访问时间虽然短 但抵达和离开的安排却是大费周章 德国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全程处于防疫包围圈当中 停机坪上就有两个移动核酸检测站 德方人员必须立即接受新冠检测 只有萧辞和他的贴身随筒可由德国医生检测 此外代表团下飞机之后 萧辞的空客A340专机就即刻飞往韩国首都首尔 这样机组人员就不必在北京接受隔离7天 周五晚上在访问行程结束之时 专机再次从首尔飞滴北京 然后回到德国 萧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会面之时 由于中国严厉的防疫措施 习近平虽然不戴口罩迎接了萧辞 但是两位领导人并没有握手 此次萧辞访问的时机十分敏感 习近平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第三次确认自己担任总书记职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德国总理到访 将被北京视为是对习近平政权的支持 对北京而言这无关乎具体成果 更重要的是德国总理在二十大后很快便访问习近平的象征意义 这使习近平的终身领导人地位具有国际合法性 也显示出中国没有被鼓励 萧辞显然愿意付出这个大价 来提升自己和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德国公司的利益 这次随着萧辞访问北京的企业代表团包含大众汽车 巴夫斯 西门子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德国媒体《南德意志报》社论称 萧辞的中国政策不符合酝酿中的德国对华新战略 也不符合欧盟政策 瑞士新苏利士报则称 欧洲不能为美国马首是瞻 但德国也不能撇开欧洲盟友一意孤行 萧辞4日在与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开会谈后 下午出席了中德两国总理的联合记者会 并声称中国已经批准在华外国公民 能够接种德国的辉瑞疫苗 在台湾这种疫苗被称作是BNT疫苗 香港称作是Ubitai 这是首款进入内地庞大市场的国外新冠疫苗 当天BioTech股价也一度大涨5.6% 萧辞访华期间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宣布 与欧洲公司空中巴士签下了140架飞机的采购协议 总价值约170亿美元 萧辞的访问遵循了德国几十年来专注经济合作 对华政策传统 但德国目前已有改变方向的迹象 譬如德国政府已经优先考虑在外交上发展与印度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关系 德国企业也在重新评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 并加强在其他国家的合作 也有观察人士说 萧辞不愿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可能反映出德国经济的不稳定情况 在德国经济走向衰退 欧洲已经与俄罗斯陷入僵局之际 这位总理正在谨慎行事 以避免制造与中国对抗的感觉